哈喽,大家好,我是刘宇,我是一名独立服装设计师和打板师,很高兴在穿真影线学院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课程。 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高级女装中毛泥大衣衣身原型的制板原理。 那么在制板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女装的号型。 这里的号型不是指衣服本身的尺寸,而是指人体的净尺寸,即量体尺寸。 那我们后面会在这个净尺寸的基础上进行放量。 由于人们会在毛泥大衣里穿内搭的羊毛衫或者是长袖衫, 而且因为毛泥大衣属于外套类,所以它的外在扩型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给出合适的放松量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这种穿着的需求, 同时也能够达到塑造扩型的目的。 那我们接下来讲解一下号型表。 这是我的工作时常用的一个号型表。 这个表中一共包括五个号型, 从左到右一次是smlxl和rxl。 那么我这里将l作为基码, 是因为这个尺码比较符合我们模特的身材尺寸。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列的这一部分。 这里是人体不同部位的尺码的名称。 首先第一个是身高, 接下来是人体的三维。 那因为考虑到一些短款的毛泥大衣, 它的长度是在臀围之上的, 所以我们医生的圆形板是做到腰围, 长度是做到腰围。 那么由于在胸围和腰围之间呢, 胸围是最大的一个量。 所以在圆形板的质板过程中, 胸围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是肩宽。 那肩宽这个尺寸一定要做得比较准确一些, 因为如果肩宽偏大的话, 会显得整个衣服比较垮, 没有造型。 那么肩宽如果比较窄的话, 那么在这个尤其是装修的毛泥大衣上身以后, 它会显得胳膊比较宽。 然后是前胸宽和后背宽。 这两个尺寸呢, 主要是给到人体在活动的时候, 胳膊向前伸和向后伸, 那么这个宽度是否足够, 那么主要取决于这两个尺寸。 接下来是背肠。 那刚才说过, 圆形的这个长度呢, 我们做到腰围, 所以圆形的这个整个的衣身长度, 其实直接就是用了背肠的这个量。 最后一个是绣长。 那绣长是这里唯一一个不是人体净尺寸的量。 那之所以这里我直接给出绣长, 是因为绣长的这个尺寸是我们在做衣服的过程中, 多次总结出来的一个尺码。 尤其是对于长袖的毛泥大衣来说, 袖子不宜过短, 因为太短的话会显得整个衣服, 会让整个衣服显得短小, 然后会让比例看起来不太好看。 接下来我们开始质版。 首先画一个巨型。 那由于这个原生版是前一片的一半加后一片的一半, 所以这个巨型的宽就是整个胸围除以二, 再加上胸围的放松量除以二。 那这里胸围的放松量是15, 15厘米呢是毛泥大衣胸围最低的一个放松量。 所以就是胸围86除以二是43, 再加上放松量15除以二是7.5, 所以巨型的宽是50.5。 那么巨型的长就直接用背长38。 那么它的长度是直接做到一身的腰围。 然后我们来画胸围线。 胸围线这里是直接套用公式, 那么从巨型的这一点向下取胸围的六分之一, 再加上7.5, 也就是86除以6再加上7.5是21.83。 所以这里取21.83。 然后垂直, 垂直于这个边线, 做出胸围线。 接下来我们来做前胸围线和后背围线。 前胸围是34, 那这里是一半, 就是34除以2, 所以取17。 那向上垂直于这个边线, 然后取后背围线。 后背围线是35除以2, 这里呢, 后背, 整个后背围需要加上一厘米的松量, 因为人的手臂在向前活动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里需要在整个后背围需要加上一厘米的松量, 来满足人体的正常活动的一个需求。 所以后背围35除以2, 再加上一厘米的一半0.5。 所以是18。 向上垂直连接, 做出后背宽线。 然后下一步是做侧缝线。 侧缝线是这个线段的终点, 再向前片偏移0.5厘米。 然后这一点做下边线的存线, 这就是侧缝线。 接下来我们来画领头曲线。 首先先确定前领口宽。 前领口宽呢, 等于胸围除以12, 也就是86除以12, 是7.16。 我们从这个顶点取宽7.16。 然后向下垂直, 取前领口深, 是前领口宽加1, 是8.16。 这里取8.16。 然后再做垂线, 画成一个巨形。 然后后领口宽是前领口宽加上0.2, 也就是7.16加0.2是7.36。 那我从这个顶点取宽7.36。 然后这里是向上做垂线, 取后领口的深, 是后领口的宽除以3, 也就是它的三分之一是2.45。 这里取的是后领口的宽, 后领口的宽的三分之一。 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些辅助线, 来帮助我们画出前后的三分之一。 领口的领口曲线。 前领口这里从这一顶点找它的45度的这样的一个线段, 做出这样一个线段。 这个线段的长度是前领口宽除以2再减去0.5, 也就是7.16除以2再减去0.5, 是3.08。 然后我们在这个顶点的下方。 这里的侧镜点需要向下向0.5厘米。 然后我们画出前领口的曲线。 连接这三点, 画出前领口的曲线。 那前领口的曲线就画完了。 然后我们来做后领口的曲线。 首先将后领口宽分为三分。 然后连接辅助线。 连接这一点和它的三分之一处做一个辅助线。 然后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然后再画出后领口的曲线。 这里要注意一下。 首先连接这个这一点。 然后从这条线段基本上是它中间的位置。 中间上半部分的位置要贴合这条斜线。 然后下面要在这里三分之一处连接这一点。 然后上下的是贴合这条直线把它画出来。 好的,那我们把这个辅助线这个三分之一给它去一下。 好,这个后领口的曲线就画完了。 前后领口的曲线都完成了。 接下来来画尖线。 首先确定尖斜位置。 从后背宽这个顶点向下取后领声的长度。 就是这个长度。 那取后领声长度2.45。 然后水平向外取1.5厘米。 然后连接这两点。 画出后间线。 那么从前胸宽线这个顶点向下取后领声长度乘以2。 也就是两个这个长度。 乘以2是4.9。 那我们取4.9。 然后水平向外做一个线段。 这个线段只是辅助线段可以任意长度。 然后因为后间线这里,它其实是包含了一个1.5的嗓量。 所以我们在画前间线的时候,应该是后间线减去1.5的嗓量。 所以这个线段的长度是13.09。 13.09,然后减去1.5的嗓量是11.59。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侧静点。 然后取到这条线段的长度是11.59。 那么这个就是前间线。 下一步画秀龙曲线。 首先取这两点之间的线段均分。 这两个终点就是秀龙曲线最宽的两点。 然后确定秀龙曲线,秀龙曲线并不是侧缝线最高的这个顶点。 而应该是这个从均分线,均分的这个终点向前偏移一个量,才是真正的秀龙曲线。 那向前偏移的这个量怎么取呢? 首先量取这个均分点到前胸宽线的焦点。 这个距离是8.25。 那么是这个8.25除15,再减去0.5,等于1.15。 这就是秀龙曲线的偏移量。 那我们从注意是这个,虽分这一点向前偏移。 1.15。 然后我们需要画两个辅助线, 来帮助我们画出秀龙曲线。 首先从前胸宽线这个焦点, 还是45度去一个线段。 那这个线段的长度呢,是刚刚偏移量乘以2, 也就是1.15乘以2是3.3。 那么后背宽线同样是45度, 这里是45度,然后取这个线段。 那这个线段的长度呢, 比前面的这个辅助线的长度, 再长出0.5, 也就是3.3,再加上0.5是3.8。 那这里之所以后面的辅助线要比前辅助线长0.5, 是因为人体的胳膊向前活动的幅度比较大, 所以呢, 后秀龙这里挖的, 要比前秀龙线挖的量要少一些。 然后我们连接这些点来画出秀龙曲线。 首先是后间点, 到最宽处的这个均分点, 然后到辅助线这一点, 再到秀龙深点, 到前辅助线点, 到前最宽点, 最后到前间点。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曲线, 注意这里呢, 这个曲线不要超过这条后背宽线。 我们调整一下。 然后前, 前胸宽线也是一样的。 这里的曲线不要让它超过前胸宽线。 最后调整秀龙深点这里。 那这里呢, 基本是秀龙深点两侧需要基本对称。 好, 因为秀龙深点是秀龙的最低点, 所以两侧的曲线基本上是要保持对称的。 那么我们秀龙曲线就画好了。 下面画肩嗓。 肩嗓的位置呢, 是到后肩线的三分之一处。 然后这里向下垂直做一个线段。 那这个线段的长度呢, 是后肩线长, 然后除以2。 所以是13.09除以2, 是6.54。 那我们从这个三分之一点向下垂直做6.54。 然后水平向左1厘米。 肩嗓的嗓量是1.5厘米, 所以我们在这个肩线上, 这里向下做1.5厘米。 好,最后我们来连接嗓的两边。 那后肩嗓就做好了。 接下来做前侧缝嗓。 为什么要做这个前侧缝嗓呢? 是因为在平面质版图中, 现在看到的是前中下摆和后中下摆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 但实际上衣服做出来以后上身你会看到, 前中下摆这里会比后中下摆这里短一节。 这个主要是因为前面有胸部向外突出, 所以前中下摆这里会有一部分损耗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平面质版图中, 在前中下摆这里加出这部分损耗量。 那在加出的同时呢, 前侧缝线也会比后侧缝线长出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做一个前侧缝嗓来将这一部分长出的量收掉。 这样子我们可以保证前侧缝和后侧缝相等, 以便后期能够缝合在一起。 那首先我们先来加出这一部分损耗量。 这个损耗量呢, 直接可以套用公式, 就是前领深的三分之一。 我们量一下前领深的深度是8.16。 所以8.16除以3是2.72。 在前中下摆这里, 垂直向下做出, 2.72的补偿量。 那侧缝这里同样也是2.72。 然后连接这两点。 然后我们来找到, 先找到前侧缝嗓的嗓尖点。 那嗓尖点这里我们直接找到胸点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后期会把这个侧缝嗓转移掉。 那胸点的位置是前胸宽。 前胸宽将它一分为二。 然后在这个中点的位置向左偏移0.7。 然后在0.7的位置向下垂直向下做两厘米的辅助线。 这就是前侧缝嗓的嗓尖点也是胸点。 然后将从这一点平行向左与前侧缝线相交做一个水平线。 然后这个嗓的量就像我们刚才所说, 它其实就是这一部分的补偿量, 等于这一部分的补偿量。 所以这一部分是二压七二, 那它除以一半是1.36。 那么这条线是上中线, 所以在它的上下我们分别找到1.36的量。 向下也同样是1.36。 然后连接嗓的两边。 那这个前侧缝嗓就做好了。 下一步确定复合点。 那复合点其实是手臂向前或向后活动时与腋下的焦点。 那复合点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就是在装袖的毛泥大衣中, 我们会把衣身绣笼上的前后复合点对应到绣衫曲线上。 然后在绣衫曲线的复合点到绣笼伸点的这一段曲线呢, 我们会把它直接与一身缝合。 而前后复合点过肩点的这一段曲线, 我们会在绣衫上进行抽量, 来塑造出绣衫向上拱起的一个造型。 这样呢更加符合人体肩到手臂转折的曲线。 那我们来做前后复合点。 首先做前复合点, 量取绣笼最宽的点到侧缝线之间的这段曲线的距离是12.82, 我们取它的三分之一是4.29。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最宽点向下取4.29。 那这一点就是前复合点, 我们做一个辅助线段来标记一下。 同样后复合点也是从绣笼最宽点量取到侧缝线。 这段曲线的距离是13.5。 那13.5它的三分之一是4.49。 那我们从这个最宽的点向下取4.49。 这就是后复合点。 做一条线段进行标记。 同时这里我们也需要标记一下绣笼最宽的这两点。 因为后期我们在确定前胸宽和后背宽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两点。 我们的一身圆形外轮廓就画好了。 接下来我们将前后片分开, 然后分解前侧缝嗓和后肩嗓。 那现在我们前后一片已经分开, 将一些没有用处的辅助线去掉, 以方便我们后面转嗓。 那由于毛泥大一呢, 一般除了特殊的设计外是不会做嗓的, 所以我们需要将前侧缝嗓和肩嗓分解掉。 先来看肩嗓。 那肩嗓我会将它分解为三个嗓, 其中两个是位于袖笼上。 最后一个留在肩线上。 那袖笼上的第一个嗓呢, 我们是找袖笼最宽处的这一点, 然后到后复合点, 这段距离的二分之一处。 那这段距离是4.49, 它的二分之一是2.24。 所以我们找它的二分之一是2.24。 那连接这个嗓位和嗓尖。 那袖笼上的第二个嗓呢, 我们是找尖点到我们已经做出的这个嗓位, 它量的二分之一, 这段距离的二分之一。 那我们先量一下。 这段距离是12.08, 那它的二分之一是6.04。 所以我们找6.04。 然后连接嗓位和嗓尖。 这就是我们将要分解的, 我们会将尖嗓的一部分转到袖笼上的这两个嗓。 那么这样子呢, 能够将尖嗓分解掉。 接下来我们来分解前侧缝嗓。 那前侧缝嗓呢, 我们会将它分解为4个嗓。 第一个是前中嗓。 那是从这个嗓尖点直接做水平线与前中相交。 那这里之所以会做一个前中嗓, 是因为胸部向外突出以后, 由于前中这里是一条垂直线, 那你会发现衣服做出来以后穿上身, 前中下摆这里会起翘。 尤其越挺酷的面料, 它的这个起翘越明显。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前中嗓。 然后它会有, 这里会有一个弧量。 那这个弧量呢, 它会更贴合人体胸部的曲线, 从而解决了前中下摆这里的起翘的问题。 那第二个嗓呢, 是与后一片的, 与后一片相对应, 也是在肩部这里做一个嗓。 那我们直接量曲。 后肩嗓的这个位置是4.36。 那我们在这里做4.36。 然后连接嗓位和嗓间。 剩下的两个嗓呢, 我们也是与后片相对应做两个绣龙嗓。 那上面这个绣龙嗓呢, 是直接复制后片的这个量。 那我们量曲。 这个尖点到这个嗓位的距离是6.04。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6.04。 然后连接这个嗓位和嗓间点。 那下面的这个嗓呢, 我们先量曲这一点。 这个嗓位点到符合点之间的距离是2.24。 那前片呢, 我们是在前符合点向下来取这个2.24的量。 然后连接嗓位和嗓间。 那我们前片的这4个要分紧掉的嗓, 那么就做出来了。 下一步转嗓。 先来讲一下嗓量的分配。 前中嗓是要小于等于0.5厘米。 前后肩嗓是0.8厘米左右。 前后绣龙上面的嗓是要等于0.6厘米左右。 下面的嗓是0.3厘米左右。 那我们先来转后肩嗓。 可以看到肩嗓的嗓长和绣龙嗓的嗓长它是不相等的。 所以呢, 我们肩嗓要转过去的量和我们最终转完之后绣龙嗓的嗓量它肯定也是不等的。 这里呢, 我就直接用我自己总结出来的这个数值, 然后进行转嗓。 我们先将它放大一下。 我们先来转秀龙下面的这个嗓。 那在肩嗓的这部分, 我们取0.2厘米。 然后连接这个0.2厘米这一点和嗓尖点。 然后进行转嗓。 那选中要转嗓的地方的线段。 那我们要把这个这一点的这个辅助线要选上。 然后我们量一下转完之后的这个嗓量。 是0.36厘米那么符合我们刚刚所讲的下面的嗓是0.3厘米左右。 然后我们来转上面的这个嗓。 我们在肩嗓处处去0.5厘米。 然后连接0.5厘米和这一点和嗓尖点。 然后我们进行转嗓。 选中上面这一部分。 那转完以后的嗓量我们需要验证一下。 是0.64厘米那么与我们刚刚讲的分配嗓量0.6厘米左右是差不多的。 那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肩嗓原本是1.5厘米那刚刚转掉了0.2厘米和加0.5厘米。 也就是0.7厘米。 所以肩嗓现在剩余的是0.8厘米。 好,那我们后肩嗓这里就将这个后肩的嗓分解掉了。 分解为最后的三个嗓。 然后我们来转前侯嗓。 然后我们来转前侧嗓嗓。 首先我们在前侧嗓嗓这里取0.85。 然后连接这一点。 然后连接这一点。 与嗓间。 我们进行转嗓。 那首先转的是这个前中嗓。 那我们需要将这些线段都选中。 然后注意这里的这两条辅助线也需要一起选中。 因为我们后面会用到这两个点。 好,那我们最后转出来的嗓量是量一下是0.5。 那这个嗓量是符合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嗓量的分配的。 然后我们来转尖嗓。 我们将这些线段都选中。 我们将这些线段都选中。 那转完的这个嗓量我们量一下是0.84。 那么与后肩嗓刚刚的0.8基本相等。 下一步我们来转秀楼上面的这个嗓。 那同样是在这个侧缝嗓这里我们取0.7。 然后连接这一点到嗓尖点。 然后转嗓。 然后转嗓。 那转完以后的这个量我们量一下是0.68。 它与刚刚前秀楼上面的嗓是0.64。 那么基本上是相等的。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转下面这个嗓。 那最后最后的这个嗓呢我们就是将最后的这个剩余的这部分侧缝嗓的嗓量将它全部转过去。 转完以后我们量一下这个转完以后的量是0.4。 那么与刚刚前秀楼下面的这个嗓量是0.36。 那基本上是相等的。 好。 所以我们前侧缝嗓的转嗓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连接所有嗓的这些线条,并且顺滑它们,然后删除没用的辅助点和线。 我们从后肩开始。 注意这里尽量要符合原来线条的形状,不要改变太多。 然后删除嗓。 我原来的线条。 然后是后袖楼。 那这里注意直接要过这个秀楼最宽处的这一点,和原来的后袖楼的符合点。 下面要与原来的线条的形状基本是符合的。 然后删除嗓和原来的这些线条。 好。 那我们后片就完成了。 然后是前中线。 这里同样是要符合原来前中的这部分直线的线段。 不要改变它的形状。 那我们可以看到。 嗯,现在前中这里就有一部分小的弧量。 那这个圆弧量呢,其实就是满足了人体胸前的这个曲线。 然后删除这个前中嗓。 然后是前肩。 然后删除肩涨。 和这些没有用处和这些没有用处的辅助线几点。 然后是前绣笼。 那绣笼这里依旧是要过原来的这个绣笼最宽处这一点。 然后过前复合点。 然后删除这两个绣笼的嗓。 嗯,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那转完嗓以后呢, 这里会多出一个尖角。 那我们为了保证之前的胸围不变, 直接将这个尖角削掉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前胸围线画一下。 嗯, 直接取后边的这个线段长度是0.04。 那我们直接对应到前面的侧缝线上。 去0.04。 然后画出这条水平线。 这条水平线和前中线相交。 好。 那我们现在,嗯, 原身板就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对一身片上的几个尺寸进行核对, 以及细微的调整。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胸围。 嗯, 现在后胸围的一半加上前胸围的一半是50.46。 那乘以2是100.92。 那100.92再减去我们原来的近胸围是86。 所以现在的松量是14.92。 那大家还记得我们原来,嗯, 智板的时候松量给的是15。 嗯, 现在因为只差了0.08厘米, 所以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前胸宽。 这个时候呢, 就用到了我们之前保留的这个辅助线了。 那现在它的前胸宽我们需要做这一点到前中的垂线。 然后我们来量取一下这个线段的长度。 那现在是17.85。 嗯, 乘以2就是35.7。 那现在前胸宽是35.7。 但是我们之前要做的前胸宽是34。 所以现在差了1.7厘米。 那1.7厘米再除以2就是0.85。 嗯, 也就是我们现在,嗯, 这个前半片, 那前胸宽是多了0.85。 。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这一点做后中线的垂直线。 那因为现在后中是垂直的状态。 所以我们直接做水平线就可以了。 那量取这个后背宽的这个长度是18.2。 那现在是一半的长度。 乘以2以后是36.4。 那我们原来要做的后背宽是35。 我们在,嗯, 原来在质版的时候加了整个加了1厘米的松量, 也就是36。 所以现在是36.4减36。 那就是,嗯, 现在多出了0.4厘米。 0.4厘米除以2。 一半是0.2。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在后背宽上减少0.2厘米。 好,那然后现在,嗯, 我们需要再看一下前后侧风线是否相等。 前面是16.21。 那后面也是16.21。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来看一下尖宽。 尖宽我们来量一下是,嗯, 注意这里量尖宽的量是从,嗯, 厚中顶点的这个位置。 到尖点。 那现在是半边的尖宽是19.15。 呃,乘以2。 是38.3。 那我们原来要做的尖宽是39厘米。 所以现在少了0.7厘米。 那除以2就是0.35。 所以现在这半边的尖宽是少了0.35厘米。 那我们现在需要加长一下。 首先我们先延长一下尖线。 。 这里只要顺势延长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刚刚说,嗯, 嗯,现在是19.15。 再加上我们应该补偿的量是0.35。 所以是19.5。 那我们做,嗯,这个后径点到这条尖线的直线。 我们现在找到19.5的长度。 那我们把多余的部分消掉。 然后,嗯,现在我们需要让前尖线与后尖线,新的后尖线相等。 因为我们最终是要把前尖线和后尖线缝在一起的。 所以现在后尖线。 所以现在后尖线我们量一下。 是12.74。 所以前尖线这里我们先延长一下。 。 同样这里只要顺势延长就可以了。 。 然后我们取。 。 我们取。 后尖线的长度是12.74。 。 然后将多出的量去掉。 好。 下一步我们需要重新画一下秀龙曲线。 先来看后尖线。 那这是新的尖点。 然后这里呢是后背宽减少的这一部分。 所以需要连接这一点。 然后连接后复合点。 然后连接后复合点。 下面的这一部分还是符合原来曲线的这个弧度。 那我们删掉原来的秀龙线。 那这里可以看一下前面的这个。 这里的弧度有点挖的太多。 那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然后把不要的量去掉。 然后我们来重新画一下前秀龙曲线。 连接新的尖点。 再连接刚刚胸宽线进去的这一点。 那这里呢就不要再过这个前复合点。 因为这里胸宽线进去的这一点。 比较量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里直接。 那么连接下面的这一点。 然后对这条曲线进行调整。 那注意前面这里这个角不要太尖。 这里的曲线也不要弧度太大。 那我们先将之前的这些先删掉。 那我们将每用的线条删掉。 然后我们需要重新做一下前复合点。 我们依旧。 我们依旧是找, 嗯, 嗯, 侧缝线的这个焦点。 这段曲线的距离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13.75除以3是4.58。 所以我们从这个焦点向下去。 4.58。 那这个就是前复合点。 然后做一个辅助线。 进行标记一下。 下面我们需要量一下前后绣笼的长度。 首先是前绣笼是22.66。 那后绣笼呢是24.19。 现在前后绣笼曲线长度的差是1.53。 那这个前后绣笼曲线相差一般是1到2厘米之间。 不要超过这个范围。 那我们现在是符合的。 所以到这里呢, 我们整个毛泥大衣衣身原型板就做好了。 那在后面的课程中呢, 我会讲直接用这个原型板来打不同款式毛泥大衣的版型。 我是刘雨。 我在川真影线学院等你。 我们下一个期待。 我们下一个期待。 poiKhina wspó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